好幾輛救護車和警車 出動大批的人力 在大馬路旁排解糾紛 因為不久前 兩輛黑色百萬轎車 一前一後在大馬路上飆塑 他們正趕著要替朋友出頭 已經打起來了 然後再砸車這樣 對對對 一整群 我看到七八個人在打人這樣而已 我看到是針對一個打 幾輛車連環撞白色轎車的車頭 幾乎全毀 擋風玻璃破碎 地上殘留著血跡 一名男子的臉上還正流著血 新美市新莊14號凌晨2點多 開國產車的林姓男子 疑似因為奧迪跑車靠得太近 朝他按了一下喇叭 卻引起雙方不滿 互看不順眼 當街追逐 期間潘姓男子還找來另外八名友人 分別開了兩台百萬名車 一路到三重追了三公里 兩台車在路口攔下林姓男子 林姓男子煞車不及撞上 三車發生連環撞 雙方還拿球棒互相猛砸 造成三個人多處挫傷骨折 跑車的人數叫寡 他又後續繞了兩台車 進口的雙臂轎車到現場來支援 沒想到這兩台進口的轎車 到達現場之後 反而被這個國產車 因為煞車不及 從後撞上 警方貨爆到場 將一群人全部帶回征訊 雙方因為行車糾紛 不但當街標速追逐 還拿出棍棒殴打對方 恐怕要吃上官司 記者張韻文 陳寅如 新北採訪報導 曼